来关注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最新动态 昨天中国空军再次派出巡航梯队 在东海防空识别区执行空中巡逻 此前就在宣布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当天 中国空军就曾经派出运巴河图154电子侦察机 对东海防空识别区展开巡航 这一系列举动意味着 中国军机巡航东海防空识别区已成常态 那么巡航梯队战力升级还释放了哪些信号 而中国又将如何回应每日频繁挑衅 今天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表示 今天上午中国空军组织苏30殲-11等主战飞机紧急起飞 查证美国P3EP3侦察机两批两架 识别进入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日本1767P3F15等三型飞机7批10架 就在昨天有一架空警2000预警机 数架苏30殲-11等主战飞机组成的巡航梯队 也在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内进行空中巡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腾剑群分析说 中国空军在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进行空中巡逻 是防御性措施符合国际通行作法 派出作战飞机和预警飞机到这个地区巡逻 是响应国防部的这种要求 我们既然宣布了我们就会兑现自己承诺 这个只是开始在今后一段时间会定期的 常态化的在这个地区执行这种巡逻任务 这个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 面对我东海防空识别区 有外媒发出疑问 中国能不能快速识别进入防区的战机 空警2000的加入也回击了这些质疑 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蒸汽机空警2000 比美国的E3预警机整整领先一代 分析认为在一场局部战争中 即便只配置4架空警2000 也将具备24小时全疆域防空预警和指挥作战能力 专家滕建群认为 除了预警空警2000还将发挥更大的优势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 空中预警机不单单是要执行预警任务 在长大的飞机编队当中 预警机应该是承担着接收信号 处理信号 发送和指挥相关飞机的 进行作战任务的这样一个综枢的作用 就是要把各种飞机整合成一个体系 来与相关国家的飞机对抗 不仅是空警2000 参与巡航的还有苏30和殲11战机 作为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主战飞机 殲11和苏30战机 有较好的空中机动与格斗性能 还能携带多款导弹 综合作战能力超过日本的主战飞机F15 就在同一时间 装备歼10战机的 我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猛部 也展开了一场突袭演练 在地面指挥引导下 隐蔽飞向预定空域 迅速抢占主动位置 击落蓝方战机 腾剑群认为 微妙时刻 我军正常训练 针对性明显 空军在这个区域进行对抗演练 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因为我们知道 东海出现了非常紧张的这样一个态势 在前边执行巡逻和监视任务 更多的是包括海军空军各种兵力 各种军种整体的战备活动 所以加强这个地区 有空中对抗训练的 也是应付未来突发事件 以及未来战争的一个必要的战备行动 自我国防部划定 东海防空识别区以来 日美等国战机 就频繁进入我防空识别区 11月26号 两架美国B-52轰炸机 进入我东海防空识别区 同一天 韩国P-3C巡逻机 也出现在我东海防空识别区 随后 11月28号 日本最对飞机 也进入我东海防空识别区 那么 谁才是地区不稳定的制造者 日本共同社昨天报道 美军将从12月1号开始 在日本冲绳加首纳基地 部署6架P-8反潜机 以取代现有的P-3反潜机 这也是美国首次在海外部署P-8 这或许意味着 今后美国在中国东海 抵禁侦察的任务 将由P-8承担 就在前一天 日本政府公开了 新防卫计划大纲尬药 同时明确指出 要增加驱逐舰的数量 将防卫中心转移到西南方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